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追溯历史 中共党费制度始于1922年党的二大 会议通过的首个党章列有经费专章 这也是中共关于党费制度的最早规定 此后经不断发展 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完善的党费制度 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党费制度经历了多次调整 逐步形成全国统一的缴纳标准 规定了收缴办法 细化了使用范围 完善了监督制度和报告制度 形成并完善收支管三位一体的党费制度 那么党员应该交多少党费呢 让我们听听专家的解答 党员的党费应该交多少呢 现行的规定中按月领取工资的党员 每月以工资总额中相对固定的 经常性的工资收入税后为计算的基数 分四个档次 即分别按月工资收入的 0.5%、1%、1.5%、2%交纳 对于实行年薪制人员中的党员 不按月取得收入的个体经营者等人员中的党员 离退休干部、职工中的党员等党费交纳 也规定了相应的标准 一些特定群体的党费标准 则有更为明确的规定 例如农民党员每月交纳党费0.2元到1元 学生党员每月交纳党费0.2元 可见每一个党员每月交纳的党费数量并不相同 此外特殊党费的交纳也有明确规定 党员自愿多交党费不限 自愿一次多交纳1000元以上的党费 全部上缴中央 党员交纳的党费都花在哪儿了呢 根据规定 党费必须用于党的活动 主要有培训党员 表彰先进 补助生活困难的党员 购买党员教育学习资料等 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交纳党费不是一件小事 回顾党费的制度设计 除了为党的事业和党的活动筹措经费之外 还有深刻的寓意 那就是加强党员的党账意识和组织观念 通过定期交党费 不断提醒党员不忘初心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 其实老一辈革命家们 把交党费当成毕生的自觉之举 写下许多佳话 周恩来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财产 他和夫人邓颖超的全部工资积蓄都交了党费 朱德市时候将全部两万元存款交党总值 存款单至今仍放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而在和平年代也涌先出许多 交纳特殊党费的党员 512汶川地震发生后 全国共有4550多万名共产党员 交纳抗政救灾特殊党费 97.3亿元人民币 可以说自觉按时足额交党费 从来不是一件小事 是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更是一面映照中国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镜子 作词 杨蒜�